好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 光線這個環境因子對植物的影響有哪些 光線的影響可多了 包含光合中需要光當能量來源 種子是否萌發 要看種類 有些種子叫虛光種子 就是它的種子萌發是需要光線的 當然有些種子是厭光種子 它討厭光 所以它必須在黑暗下才能萌芽 當然有第三個就是沒影響 有光沒光不會影響我們的萌芽的 它就跟光無關 那什麼叫幼芽去白化呢 就是剛發芽出來的小幼苗 理論上它全株都是乳白色或乳黃色 因為它沒有綠色的部分 它還沒有葉綠樹 那必須照了光之後 它才會發生去白化 白不見 改成綠 因為它產生葉綠樹了 葉子也開始生長了 葉綠樹生長出來 植物才有綠色的部分 好 那什麼叫陰影產動反應呢 你夾萌芽的過程當中是黑暗的 這個小幼苗就會長得又細又長 然後結尖拉得很長 幹嘛 因為黑黑的啊 它以為被遮住了 所以它必須閃躲這個陰影 所以在黑暗下萌發的種子 幼苗都長得細細長長 結尖拉得很長 一旦一照光 不再生長趕快開葉子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照光情況下萌芽 通常那個植株長得矮的 然後葉子開得很大 形成綠色 那如果在黑暗下的話 它就長得很長長 這就是之前講到的 豆芽菜為什麼都長長的 因為它在黑暗下萌芽 還有開花影響植物啊 就是光影響植物開花 我們還學過 如果你需要長日照 就長日照植物 短日照短日照植物 還有中性日照植物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 有五大類 其實都跟光線有關 我們後面就是一一為各位介紹 光如何調節這些作用 好那廢話不多說 先講第一個 光耳的作用是最重要的 植物不行光耳的作用就死了 沒辦法做固定養分的過程 那你看光耳的作用呢 光會影響光耳的作用 而且要適當 光照如果過強 光耳的作用反而被抑制掉 因為能量太強 葉律體葉律素會壞掉的 所以植物會追求 比較適當的光的強度 好那講到光強度 影響光耳的作用 就要提到一個重要的名詞 叫做光飽和點 它的定義如下 假設我畫一個曲線 橫座標是光的強度 重座標是光耳的效率 光耳的效率 那光耳的效率可多了 我可以用的指標有耗掉的 耗掉的二氧化能量 或產生的氧氣量 或產生糖的速度 都可以當做光耳作用的效率 好如果今天有種植物 它的不同的光強度 對它光耳作用的效率的影響 它畫出來的區域是這樣子 好我就說 你看這一點喔 我畫成三角形這個地方 這個光強度 就是它光耳的作用最高的那一點 你光耳的光強度再增加 它的光耳的作用效率上不去了 甚至還會掉下來 因為被抑制 所以這叫光飽和點 就是當光強度增加到某個光強度之後 你繼續增加 不會再增加光耳的作用效率了 也就是這時候的光耳作用飽和了 所以叫光飽和點 光的強度到哪一點 會讓光耳的作用效率飽和 像這個黃色是三角形的位置 就是它的光飽和點 我現在畫另外一種植物 用藍色代表 它的光耳的作用效率可能是這樣子的 它的光飽和點就大概這個位置 好啦 所以如果你光飽和點很高 是不是代表你喜歡強光 光越強越好啊 光好強我光耳的作用效率很高啊 我就叫你陽性植物 因為我喜歡強烈的陽光 叫陽性植物 但顛倒 如果你的那個 光飽和點的曲線是淺藍色這一個 你光那麼強有什麼用 我已經飽和了 我這樣一點點強度就可以了 這些就叫陰性植物 所以陰性植物的好處在於 我在樹蔭下光只要一點點 夠了 我已經飽和了 你再給我更強的陽光 也沒用 反正我光耳的作用效率就這樣子了 所以陰性植物 常常會在陰影下生長得很好 你反而給它照強光 哇已經飽和了 上不去 甚至還會掉下來 或者是你強光一照 它氣孔關閉 反而二氧化進不來 所以光飽和點可以決定 你是陽性植物還是陰性植物 我這樣要區分 陰性跟陽性的那個 沒有 陰性跟陽性是相對而言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超過哪個值 以上叫陽性 它是植物跟植物相比的 比如說A跟B相比 A的光飽和點高 那A就相對於B 比較偏陽性植物 對 它是個相對來講的東西 陽性植物 好 那這是光飽和點 那我們有學過C4植物 通常它的光飽和點比較高 這解釋要為甚麼 這學過了 因為你的陽光好強喔 氣孔都關閉 因為太熱了 氣孔關閉 激到水分散失 可是我的光滑作用 依然可以往上增加 因為我有儲存二氧化碳 所以C4植物 它光滑作用效率很厲害的 陽光假如一強 我的光滑作用效率就很好 我不怕缺乏二氧化碳 因為我有儲存 儲存成四碳酸 草吸乙酸 Oxaloacate 還記得它嗎 C4植物 但C3植物就不是了 就是你的光腳一強 哎呀 太熱了 氣我就關了 我的光滑作用效率就上不去 所以一般來講 光飽和點比較低的 C3植物比較多 光飽和點比較高的 C4植物比較多 或是這樣講 C4植物比較偏陽性植物 C3植物比較偏陰性植物 這樣的特性 這是光合作用 怎樣 老師 為什麼現在 植物氣膨胺的時候 它的光合作用效率不會降 它的光合作用效率不會降 有可能會降 所以一般畫圖都畫平平平平平平 但事實上 偶爾還會掉下來 那光太強 為什麼會掉了幾個月 第二是氣孔關閉 像我們提到 那個氣孔也會影響光合作用效率 另外就是光本身 也會破壞煙綠素跟葉綠體 因為你想光照在葉綠體上 會引發上面的電子在那裡傳 當電子傳太多了 也會造成傷害的 就是氧化傷害 類似我們動物的自由基 因為電子產生一堆 電子本身抓不住 亂跑亂跑 那分子就會破壞 但是膜也會破掉 所以事實上畫圖 再強一點 往後就會像這樣掉下來 像這樣掉下來 這樣是比較準 但是我們一般畫圖 都把它畫平平 當作它飽和了 這是光合作用 好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種子萌發 你看到這邊有幾種植物 這些植物 蝦具 菸草 大色菸草 它是虛光種子 它一定要照光才能萌芽的 但是相反 像青蔥跟百合 如果你要種它 你必須放在黑暗的環境之下 因為它是燕光種子 但當然也有中性的種子 大豆啊 像是荷葉玉米 那個照光與否 不影響萌芽的 那當然就是有這種 你們會不會覺得這樣的性質 很類似我們過去學到的 長日照 短日照 中性日照 影響開花 而這邊是虛光 厭光跟雨光無彎 這是種子萌發 那為什麼那麼像咧 因為種子萌發跟開花 是同一個機制 我們之後就會提到了 不要 例子不用知道 我們題目應該都會跟你講 或是比較重要的例子會講 像蝦具是個很有名的例子 蝦具是虛光種子 那等一下會提到 然後接下來講另外一個主題 叫光型在發生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右牙照到光之後就會 綠色退去變綠色 凱生葉綠素 產生葉綠體 那陰影神頭反映就是 黑暗之下會長得很長 一照光就不長了 或長得比較矮 所以才說 光線會抑制植物一延長 光線會抑制結尖生長 那你們不要直接詮釋成 喔所以光線抑制生長 不是這個意思的 是光線存在 你不需要長那麼高了 你就可以行光合作用了 對植物來講 長高是壞事 長到容易跌倒 矮的就能行光合作用 不是很好嗎 所以 照光會抑制生長 對植物來講是好事 然後趕快開葉子 趕快行光合作用 你就不用拉那麼高了 風險比較高 長大 你說開始開葉子長到一半 你看 下長有可能會死掉 看如果你葉子長出來變綠色 你把光全部關掉 讓它黑暗之下 生長它就死了 它沒辦法行光合作用 那長的葉子多得很高嗎 有可能要看它能量 如果它養分還多 它有可能再繼續長高 但如果在長高過程中 能量耗性 又不能行光合作用 就死了 就看它的能量儲存得夠不夠 好接下來這頁我們之前在過去學過 植物因為光週期決定它是否開花 分為三大類 長日照植物 long day plant 短日照 中日照就是day neutral 就是說它的照光不影響開花 還有短日照 就是熱茶植物還記得嗎 show day plant 熱茶植物 就它三種 好那接下來會各位介紹 為什麼光週期會影響植物開花 還記不記得之前介紹開花樹 葉子會偵測日照長短 然後葉子就會分泌開花樹 然後開花樹呢 經由任鼻部運輸到花芽 促進花芽啟動開花機制 這是我們目前知道 光週期如何影響植物開花的原因 不論是長日照還是短日照 都是如此的 這是光週期如何調節植物開花 好那我們也過去學過 光週期有個很著名的實驗 叫中斷實驗 因為中斷實驗讓我們得知 臨界日照不重要 是臨界黑暗比較重要 而且是黑夜的長度決定是否開花 跟白黑的長度無關 還記得嗎 那我們簡單複習一下中斷實驗 而接下來複習 我把所有的情況都列出來 沒有漏掉喔 沒有漏掉 來整理一下 那如果你要研究植物光週期的主斷實驗 你一定要長日照植物 或短日照植物都要做研究 因為你必須要有通則 所以不論你是長日照短日照 都必須符合 那我們就知道長日照植物 就是短黑夜植物 短日照植物就是長黑夜植物 我已經列出來了 好那我們來看看一開始 首先呢 這個白白的部分代表照光 然後這條線的這個距離是臨界日照 我現在日照大於臨界日照耶 是不是該開花 那該開花的花 開花形形 我就表現成這樣子 所以長日照植物 你看我開一朵花 代表要開花了 我畫個禁止停車的符號 就代表沒開花 因為它是長日 長日嘛 我的日太短了 好我現在來阻斷 阻斷分兩種 阻斷晚上 及阻斷白天 還有我說的阻斷 一定是有效阻斷 阻斷在黑夜或白天的正中間 沒有人這麼笨蛋阻斷在這裡 這是沒有效的阻斷 我們現在就有效阻斷 好那阻斷完之後呢 開花結果改變成這個樣子 好整理一下 就是 本來長日照的 我阻斷的晚上 開花的依然開花 所以這個是不是沒變 這個是不變的 好那我這個呢 短日照的情形 我阻斷它長夜 阻斷了 它從不開 變成開了 而下面兩個呢 我阻斷白天 開的還是開 不開的還是不開 沒影響 所以我現在把有改變 開花情形的圈起來 用陶和勝框起來的 就是開花情形被改變的了 好 同理請看右邊 如果是短日照植物呢 一開始的開花情形是這樣子 日照短反而開花 現在呢 阻斷晚上 即阻斷白天 結果成這樣子 你會發現 結論一樣 只有這一個和這一個 開花情形改變了 不論是從 不開變開 還是開變不開 都叫開花情形改變 而其他呢 原來開的還是開 原來不開的還是不開 叫做不改變 我們以前在提升 就講到這裡 對不對 那我們也做過整理 這個實驗 可以得到幾個結論 第一 阻斷白天 完全沒有影響 就是下面這兩個實驗 阻斷白天是完全不會改變開花結果的 第二 阻斷晚上 可能會改變開花結果 我用的是可能 因為這個就沒改變 打勾勾才改變 我們以前在提升講過這樣的結論 阻斷白天絕對不影響開花 阻斷晚上可能影響 但是你不覺得這樣講還是很難記嗎 所以我可以把所有的結論整理成一句話 全部搞定 就是 只有阻斷長黑夜 會改變開花 怎麼了 你今天怎麼了 謝謝 可是有病要看醫生 你光是讚賞我 就是你有病 你平常都不讚賞 今天怎麼了 對 對 所以短夜在阻斷黑夜 怎樣 你說哪一個 你說這個嗎 對 但只要有一個圍擺 就不行 對 你需要短夜 但是只要有一個長夜 就不行 欣美你看 你的partner就很正常了 我們剛剛講一句話 他剛剛不理 他就直接問他要問的問題 蛤 他 他 他一直不正常 就是他正常的時候 對 好難懂 我剛剛那句話 他一直不正常 就是他正常的時候 對對對 好 所以我剛剛那句話 懂嗎 只有阻斷長夜 才會改變開花情形 好大家 所以我整理一下 你們以前在高二機身 有一些考題會問你 如果我阻斷他的晚上 會造成他開花 就代表他是長日照之物 對嗎 再說一次 阻斷了晚上 我改變你的開花情形了 就代表你是長日照之物 不對吧 因為不論是長日照還是短日照 我阻斷晚上 都可能改變開花結果 所以改變開花結果 不能代表你是長日照或短日照 這是我們高二曾經考過的考題出現的 好我現在更深入了 如果我跟你說 我把你的長夜阻斷了 結果你從不開變開 你是不是長日照之物 再講一次 長夜被阻斷 反而促進你開花 你是長日照之物 這句話是對的 我不是說你改變開花結果 我連你開不開花都講出來了 長夜被阻斷 從不開變開 一定是長日照之物 那如果是長夜被阻斷 從開變不開 就顛倒是短日照之物 好 所以這個實驗 我剛剛說的那個第一個結論 長黑夜被阻斷 會改變開花結果 第二個結論 開花與否 是夜晚長度決定的 白天長度根本沒影響 是晚上的長度決定的 對不對 我們剛剛就講到這個兩個結論 改變長夜會改變開花結果 可見黑夜長度比較重要 白天長度不重要 這就是這個阻斷實驗 最重要最重要的結論 好 那大家